文明朗,明明桑,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主播高松霜 新闻一开始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花莲文化局在去年办理了109年 补助艺文的出版品 那么补助包含了许多在地的诗文创作 美术作品等等 那么在27号的下午 由花莲县政府主办的 曼精品花莲的专书导读会 那么也特别邀请了 来自花莲瑞穗的纵古初心作者林新华 来分享创作历程 以及在花莲的所见所闻 花莲文化局鼓励艺文创作风气 培养在地译文人才 积极办理补助译文出版品计划 101年起开办至今 共补助的90本出版品 去年由林新华创作的 纵古初心文学类作品 27日下午在青年发展中心 举办曼精品花莲专书导读 邀请作者和民众面对面 分享创作历程和在花莲的所见所闻 无论是从事潮图 或者是立法的创生 以及社区发展的设造 在林新华理事长 在这整个过程中 他投入了非常深 所以今天第一堂课 请林新华老师 来这个带大家认识 他心目中的花莲 也让大家从他的眼界里面 他的角度里面看到 不一样的花莲 这是因为希望大家能够 让花莲感动你 而未来的花莲 是我们手上让大家感动 期盼藉由活动 邀请乡亲脚步慢下来 透过阅读文化 学习花莲的深度与厚度 感恩文学家寄保存历史文化 由上一代走过历史的人们 带着新一代去深度分享 接着讲帮彦华脸师报导